我认为它有潜力成为有史以来 最令人难忘的产品发布会 它确实有这个可能 这是一款与特斯拉目前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完全不同的车辆 它打破了汽车应有的一切规则 却有潜力成为一个家 这听起来很疯狂 但据报道 埃隆马斯克在他最近的一次谈话中 发布了特斯拉访车 声称他将于明年初推出 价格仅为9990美元 我的天 这似乎不可能 因为即使是特斯拉最便宜的车型 也要3万美元以上 然而据报道 埃隆马斯克非常有信心 特斯拉已经将这款车的制造成本 控制在1万美元以下 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在2026年下订单 据报道 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说 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自从他住在德克萨斯州 一栋他很喜欢的小房子里时 就开始了 但埃隆马斯克天生就更有野心 他希望特斯拉能实现更疯狂的事情 一个可以随处移动的家 一辆是家的汽车 一个也是汽车的家 在即将到来的特斯拉股东大会之前 特斯拉房车正式引起热议的话题 那么特斯拉房车到底是什么样的 特斯拉如何能达到那个价位 是什么技术使其成为可能 让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房车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把房车想象成你安在轮子上的家 它不仅仅是一辆后面有张床的货车 而是一个功能齐全 自给自足的起居空间 可以开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与需要拖挂的休旅车或拖车不同 房车将驾驶室和生活区融合在一个相连的单元中 所以你真的可以从驾驶座直接走到厨房 而无需走出车外 它们有各种形状和大小 有些小巧舒适 非常适合独自旅行者 而另一些则感觉像小公寓 配有沙发 全尺寸 厨房 甚至淋浴 非常适合家庭或朋友团体 简而言之 房车是一个设备齐全的移动房屋 通常比基本露营车更大 更舒适 从技术上讲 一旦一辆露营车包含了所有 必需品 睡眠空间 浴室 厨房 和电力 它就赢得了房车的称号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转向这种生活方式呢 好吧 让我们面对现实 如今在美国买房要花一大笔钱 对一些人来说 房车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 对另一些人来说 这是一种摆脱日常琐事 重新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方式 但问题在于 传统的房车使用汽油或柴油 这使得他们噪音大 燃料昂贵 而且远非环保 这正是特斯拉看到巨大机遇的原因 一辆全电动房车可能会改变一切 特斯拉房车的开发内部究竟有什么 好吧 老实说 对特斯拉来说 从头开始建造一辆全新的房车将是一场噩梦 这将耗费时间 金钱和人力 用埃隆马斯克的话来说 是一场真正的生产地狱 而这并非特斯拉的运作方式 相反 特斯拉正在采取一种更明智的路线 将一个现有平台改造成全新的东西 而那个平台就是特斯拉 三米半挂卡车 正如特斯拉三米高级经理 丹普里斯特利 丹普里斯利 曾经提到的那样 随着我们扩大充电网络 我们最终会推出带卧铺驾驶室的版本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司机一次出车好几天 这一句话 信息量很大 特斯拉显然计划将三米改造成带卧铺的驾驶室 而不仅仅是在驾驶座后面扔个床垫 毕竟这是特斯拉 可以期待一些更有野心的东西 更接近于一辆功能齐全的电动房车 据特斯拉投资者索耶·梅里特 Soyer Merit 在X钱推特上所说 目前路上的三米是第一代 而即将推出的第二代 将在内华达州工厂开始量产后 首次亮相 好的 这个第二代正是普里斯特利提到的沃铺版本 一辆内部经过重大升级的特斯拉三米 这完全合乎逻辑 为什么不把一辆已经被百事可乐 沃尔玛和好事多等公司使用的巨大的超高效的电动运输车 变成一辆未来派的豪华房车呢 特斯拉三米已经拥有1500马力 500英里的续航里程和宽敞的驾驶室空间 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重新设计的驾驶室 将货运功能替换为完全的舒适性 一个完全由电力驱动的轮上迷你公寓 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第一次暗示将生活方式与移动性结合起来 还记得为Cybertruck设计的赛博露营车 Cyber Camper概念吗 Semi房车完全符合同样的愿景 清洁能源与舒适和冒险的结合 目前的特斯拉 Semi虽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也有批评者 内饰过于简约 而那个中央驾驶座虽然充满未来感 但对于长途旅行或测方视野来说并不理想 一辆Semi房车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增加豪华的装饰 储物空间 一个睡眠仓 甚至可能还有一个紧凑的厨房和浴室 有趣的是配件公司JOA 已经想象出了这样一辆特斯拉Semi房车可能的样子 受2022年量产版发布的启发 他们的渲染图展示了一款时尚高端的电动休旅车 具有特斯拉标志性的简约设计 但又具备现代家庭的所有功能 最关键的是特斯拉Semi的尺寸 已经与大多数A级房车完美匹配 大约长20英尺9英寸 约6.3米 宽8英尺6英寸 约2.6米 高13英尺约4米 换句话说 这不仅可能而且很实用 如果特斯拉真的走上这条路 Semi房车可能成为下一个巨大的飞跃 将该公司的主力卡车 转变为有史以来最干净 最安静 最高科技的轮上之家 当其他房车都配备了如折叠床 厨房 浴室和工作区等生活空间时 Semi房车也将容纳这些功能 并可能做得更好 特斯拉一直非常注重室内设计 即将推出的版本中 驾驶室将发生重大变化 特斯拉团队将在把驾驶座 从中央调整到与其他卡车类似的左侧位置后 在驾驶室后部增加一个迷你折叠床 当然Semi卡车在卓越性能方面也拥有巨大优势 Semi的动力和续航里程在电动卡车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这对于牵引大型货物至关重要 并允许增加额外的设施 目前已确认Semi卡车的整备质量低于200000磅 约9吨 配备800千瓦时的电池组 使其单次充电可行驶500英里 约800公里 能耗为每英里1.7千瓦时 至关重要的是 这辆重卡的车辆总组合重量可达82000磅 约37吨 这相当惊人 然而为了大幅降低Semi房车版本的生产成本 据报道 特斯拉已完全调整了性能规格 基本上对于一辆房车来说 500英里的续航里程是不必要的 因为它不用于日常送货 在许多情况下 它只需要行驶到一个固定地点 并在那里停放数月 这使得更长的续航里程不那么重要 因此为了实现传闻中9990美元的价位 据报道 特斯拉为Semi房车使用了200千瓦时的电池组 这将其续航里程限制在290英里 约467公里 这使得房车可以显著减轻重量 并有助于平衡内部设施和设备的重量 总重为4000磅 约18吨的特斯拉房车 被认为足以保持强大的性能 然而根据使用情况 特斯拉可能会降低功率输出 以增加部件的耐用性 并节省轮胎磨损 考虑到这是一款为长途旅行和长期使用而设计的车辆 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目前特斯拉Semi采用12伏和24伏的低压架构 但房车版本预计将过渡到48伏平台 正如丹普里斯特里之前提到的 这一升级不仅有助于减少部线质量 还能提高能源效率 为各种高端电器在房车空间内安全运行铺平道路 实际上当被改装成房车时 特斯拉Semi凭借其天生强大的电池系统拥有巨大优势 该系统足以powering所有生火设施 而无需辅助发电机 这是传统柴油卡车一直依赖的东西 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点 因为使用内燃机的房车不仅会产生噪音和震动 还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与特斯拉一直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此外特斯拉以其可再生能源和储能产品 如Powerwall Powerpack和Megapack而闻名 在将Semi改装成房车时 这些技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一个集成的特斯拉Powerwall系统 可以作为备用迷你发电站 确保从空调电炉到其他家用电器的所有车载设备 都能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 此外在车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甚至特斯拉太阳能屋顶 将使房车能够利用阳光自行发电 在路上的每一天 这辆车都将既是度假胜地又是移动发电站 有助于节省成本和保护环境 重要的是要记住 特斯拉Semi本身已经是运输行业中最经济的卡车之一 行驶200英里 Semi只需花费约80美元的电费 远低于柴油燃料的142美元 埃隆马斯克曾说 好吧 但如果你真的喜欢钱 那我推荐你使用特斯拉Semi 显然 当增加了太阳能屋顶后 运营成本将更便宜 用户可以将车停在任何地方 从纯净的海滩到宁净的森林 仍然有足够的电力来运行现代电器 而不用担心寻找电源或燃料 然而 特斯拉Semi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有限的 Mega Charger 兆瓦及充电桩网络 建设这些充电站需要高昂的成本 和专门的基础设施 这可能使Semi房车车主在长途旅行中 难以找到快速充电 这正是太阳能屋顶解决方案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允许房车在长时间停靠期间 通过太阳能缓慢充电 创造一种真正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除了能源 互联网连接也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人认为住在房车里意味着与外界隔绝 与新闻或通讯隔绝 但这在Semi房车上显然永远不会发生 因为特斯拉和星链 Starlink的结合是消除这一界线的关键 星链现已实现全球覆盖 在任何地方 即使是最偏远的地区 也能提供高速卫星互联网 当直接集成到特斯拉房车系统中时 星链不仅允许用户访问网络和远程工作 还有助于控制智能设备 使用GPS导航 在线流媒体电影和接收空中软件更新 一切都顺利进行 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使路上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方便 得益于清洁能源 先进的储能技术和卫星连接的结合 特斯拉Semi房车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 长期旅行和生活时代 它不再仅仅是一辆玩乐的车辆 它可以成为一个灵活的生活空间 为车主提供完全的独立性 不再需要寻找加油站 不再担心电量耗尽 也不再受制于微弱的互联网信号 特斯拉真正解决了 现代游牧生活方式的三大障碍 当然 特斯拉可能会发布几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配备较小电池和较少自动化功能的基础版 已将价格降至仅9990美元 以及一个高端的签名版 完全集成了所有基础 价格可能高达5万美元 然而即使是高端价格 Semi房车仍将比许多传统品牌的豪华柴油房车便宜得多 后者通常售价超过10万美元 并且每年仍需花费数千美元的燃料和维护费用 除了大型的Semi房车版本 特斯拉还在将其愿景扩展到更小的车型领域 具体来说有两个潜在的发展方向 基于Cybertruck的特斯拉露营车和基于特斯拉Van的特斯拉迷你房车 Cybertruck拥有一个长6英尺约1.8米 宽超过4英尺约1.2米的货箱 可以与价值3000美元的Base Camp帐篷结合 创造短期的露营体验 然而专家认为 这个空间不足以真正将Cybertruck变成一辆合适的房车 一些概念 比如之前宣布的带有可折叠多层房屋设计的Cyber Lander 听起来很吸引人 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可行 因为卡车货箱的框架可能不够坚固 无法承受持续的重载 因此Cybertruck仍然最适合短途旅行 而非长期居住 相比之下 特斯拉1相试货车的开发路径要实际的多 埃隆马斯克在最近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提到了这个项目 暗示计划生产一个与Semi共享平台的电动相试货车系列 如果这成为现实 特斯拉1绝对可以被定制成迷你房车或露营车 适合寻求灵活旅行的个人或情侣 预计长度约为225英寸 约5.7米 高度为85英寸 约2.16米 宽度为80英寸 约2米 特斯拉1将有足够的空间来布置一个睡眠区 一个迷你厨房和一个小型工作区 可能会出现三种变体 货运版 客运版 和露营版 在露营版中 内部可能包括180度旋转座椅 仿木地板 储物架 一个折叠餐桌和一个集成的星链娱乐系统 足以容纳两人长期生活 露营车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空间有限 但通过将电池组放置在地板下和采用轻量化的48伏架构 特斯拉可以充分最大化内部空间 总的来说 像房车和露营车领域的扩张 是特斯拉长期战略中一个大胆而合乎逻辑的步骤 随着现代游牧主义趋势的持续增长 像3米房车或特斯拉Van露营车这样的产品 将帮助特斯拉进入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 不仅仅是购车者 还有那些寻求自由和可持续性的人 随着内华达州超级工厂的3米工厂扩大规模 加上4680电池的本土化生产 特斯拉正在为进入一个汽车与家庭界线 将逐渐消失的新时代 奠定所有必要的基础 房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它是埃隆马斯克愿景的象征 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自由 独立和可持续性 9990美元的特斯拉房车价格 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但深入研究埃隆马斯克的长期战略 这个数字并非完全不可能 特斯拉以其通过大规模生产 高度自动化和一次构建 无限扩展的理念 来优化成本的能力而闻名 这意味着构建一个单一平台 然后在全球复制 如果房车是基于特斯拉3米第二代 或特斯拉1平台开发的 特斯拉可以充分利用 现有的生产线 零部件和技术 从而显著降低成本 对于这款房车 9990美元的版本 很可能是基础型号 配备较小的电池 有限的续航里程 简约的内饰 并使用再生复合材料 等轻质材料来控制成本 最关键的是 特斯拉不只是在销售一个产品 它在销售一个生态系统 就像标准版Model 3 可以通过软件升级一样 9990美元的房车 可能允许用户选择性的购买 更大的电池 太阳能屋顶套餐 或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 所有这些都需要额外付费 因此9990美元的标价 是进入特斯拉梦想的门票 能产生巨大的媒体关注 并鼓励数十万人下预订单 从而帮助特斯拉实现足够大的生产规模 将不可能变为现实 特斯拉房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模块化思维 和远超整个行业的生产规模 其目标是在德克萨斯州超级工厂 每月生产28500台 是目前最大房车制造商产量的14倍 特斯拉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 在保持18%利润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这清楚地证明了可持续性与盈利能力 不再需要相互排斥 从长远来看 特斯拉房车可能成为一种改变旅行 住房甚至资产所有权概念的工具 一辆同时是交通工具 住所和自己自足的能源工厂的汽车 这就是埃隆马斯克所设想的未来 一个人们可以自由生活和移动 而不依赖传统基础设施的世界 当与特斯拉的全球超级充电网络 以及像Powerwall和Megapack 这样的大规模储能解决方案 相结合时 这幅图景变得更加完整 可以说特斯拉房车不仅仅是一款产品 它是清洁能源时代的宣言 一个技术环境和人类融合的时代 如果它按计划实现 它不仅将重塑房车行业 还将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移动 自由和可持续 真正体现了埃隆马斯克一直追求的精神 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想象 并将其变为现实的人 如果特斯拉房车真的只卖9990美元 你会买吗 如果你拥有这辆房车 你最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哪里 感谢您观看到最后 您如何看待特斯拉房车项目 一个大胆的梦想 还是未来的现实 如果您喜欢这次深度剖析 请务必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 我们下一次的特斯拉更新 保持关注 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